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斜杠青年能量站 我是这里的主持人法梭拉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关于收纳 我们对收纳一点都不陌生 但是往往困扰我们的或许是 收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或者是明明已经很整齐了 可是取下来和放回去的整个环节还是很头痛 杂物太多了 每个都好重要都不想丢掉 家里的人的东西都太多了 我都没有位置存放自己的东西等等 这些心里的OS是不是很熟悉呢 今天我要和你介绍我在亲子收纳树 来自日本著名的收纳专家小岛洪章 学到关于收纳和收益这件事 彻底改变我对收纳的观点 也了解到收益其实是结合了收纳 育儿 嫁育和育成的这整个部分环节 也了解到收益的重要性 从小就把收纳这回事纳入孩子的成长生活里 不只是在育儿这件事上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同时也可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会为人设想 有时间管理的大人 这本书虽然是focus在收益这一块 但是里头时不时提到关于收纳的技巧和概念 那我会在这里和你分享可能对你有帮助的收纳内容 除非我们是一个人生活不然的话收纳是全家人的事 我们共享在同一个空间 有着任何一家之主一起明白和参与收纳 在共享的空间里做收纳 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方式 第一使用颜色来区分个人的物品 比如说黄色的收纳盒里面装的是妈妈的东西 第二设置全家人都知道的固定位置 比如说大家的钥匙都固定放在玄关墙壁上的挂钩 第三制作收纳采访清单 了解大家的感受和问题并密出来 比如说以客厅为主的共享空间 可以写下教人对这个空间的想法 比如爸爸喜欢在客厅看着窗外 妈妈觉得大家都把衣服包包放在沙发上 很碍事等等 第四要意识到大家的舒适的固定位置都是不同的 所以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一份调查表 记录下最常使用物品的场合 频率放哪儿最方便和为什么在那里最方便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如何开始做收纳 收纳可以一开始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 第二经常使用的抽屉先开始 把物品摊开来分类并收起来 第三考虑全家人的动线 提高全家人的参与感 第四从全家人能看到效果的重要区域开始 比如餐桌上玄关等等 当大家看到效果后 就会更有动力一起做收纳了 第五把重要的物件 比如药箱啊保殊卡等等 放在突出固定的地方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刻找出来 并且必须定精清点和整理收纳 以免过期啰 第六划分黄金区从视线到腰部 都是最方便取物品的位置 第七物品在柜子里的优先摆放顺序 可以是中间下面到上面的位置 让全家人一起心甘情愿和愉快的做收纳 就是要考虑大家的想法 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互相讨论 提高凝聚力也可以适当地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 在收纳中不断学习 关于丢弃物品和它一到两段的感觉是很难受的 可以试着学习以下几点 第一自己不会再用的物品 但是还可以使用的话 可以考虑把物品架出去 第二准备待定箱 设定时间期限 比如说两年 假设两年后这个物品还是没有被使用 待定箱里的物品就可以捐出去或者丢掉了 第三把待定箱放在显眼的位置提醒自己 在这本书里 作者也描述了 妈妈从一开始怀孕到孩子出生 和孩子每段年龄层都可以依照孩子的发育和需求 培养他们对收育的概念 那我在这里重复关于收育其实就是收纳 家育儿再加上教育和育成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从小养成收育和收纳的好处 第一收育收纳可以提高职场效率 明白什么是紧急的事 什么事可以消耗再办 第二收纳的三大好处就是可以节约时间 节省金钱 拯救心灵 第三管理冷剂关系 比如说对名片的分类 第四从西物到西人都可以让人幸存感恩 在选择购买时候的思考和购买后如何善用的心态 第五懂得取舍之道 懂得为生活留白 在整齐的环境里思路也会跟着清晰 也让自己更积极的生活 第六孩子长大后会以收纳的方式回报我们 把年老长辈的动线和行动的考量 纳入未来的收纳计划里 虽然我长大后才明白收纳的意义 但是小时候对妈妈的收纳感到无比的佩服 虽然妈妈当时并没有让我们参与全家的收纳 但是她把共享空间整理得很好 无形中我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的职场和现在的生活里 收纳的智慧不只是在我们生活上带来了便利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想要看今天的文字稿 可以到我的网址 FASOLAARTS.COM 你找到哦 也可以到我的Instagram FASOLAARTS 你找到我 今天的重点整理有这些 在共享空间里做收纳 如何开始做收纳 还有就是断舍离的前奏 最后呢就是关于从小养成收约和收纳的好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让他们一起感受关于收纳带来的好处 你也可以帮我分享到IG story上和tag我 让我知道你在收听 我的Instagram是 FASOLAARTS FASOLAARTS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祝你一切顺心 拜拜